台灣防疫大破扣 死亡率趨近全球平均 但不久前民進黨政府 才這樣洗腦人民 台灣人一起劑就好 按著科技的台灣人一起劑 我們會打敗病毒 安全的國家 我們做得早 做得對 做得最到位 不是自己講的 直到今年初都還在自戀 但不到三個月 全國升三級 還累積149人 因為病毒死亡 讓人瞧不起的腐敗政府 一個無人的政府 可是他們可以用這些 把他包裝得非常漂亮 自己非常厲害 所以陳時中覺得自己很行 悲哀 因為我們要想防疫是科學 可是我們只管是憑感覺 死十幾個人了 一個月要死十幾個人 要死幾個人 人民是血淋淋的 但是講槓話 就是空氣彈 跳得越高 如果你是虛的 那你就會被殺 蔡政府過激傲慢防疫 隔不到幾個月 馬上成全球哨病 如今又預告大量疫苗要來了 就怕又是花大筆 這年有成李一璇 台北報導